我有个漂亮的老婆,她还有个玩了好多年的朋友,那天她跟我说出差后,我再没见过她,反而她的闺蜜林琴奇奇怪怪的,杜哥我家马桶坏了,杜哥我家灯坏了,我看着她穿着越来越清凉,靠我越来越近我觉得事情不对了。 林琴,你把衣服穿上,我叫杜安康,是大学体育老师父母,留给我在北京两套房子,生活不算太富足,但也算过得去,对了我还有一个长得极美,身材极好的老婆,美中不足,是她初中辍学学历不高,现在和她闺蜜林琴一起开了个瑜伽馆。 王雅文,你洗面奶拉了。 我看着有些迷糊的老婆,只觉得她可爱,这几天她要外出学习,以前都是我给她收拾行李来着这次非要自告奋勇的自己收拾,我这么宠老婆,当然就让她自己折腾了。 老公,我离开这几天,你会不会想我啊? 王雅文双手搂住我的脖子,娇好的身形贴合在我的后背,我感受到圆润柔软的欧派在我坚硬的后背被挤压变形,只觉得口干舌燥,当然会想你了,我的老婆。 我大手将她从我后背拽到身前,抱着她四目相视,我的头微微向前探去,不过她止住了我,明早六点的飞机呢,等我回来。 这个时候,老婆手机灵突然响了一下,我想帮她拿她,倒是眼疾手快的先拿走了,谁啊? 我疑惑,林琴,她老公也要出差,我俩不在,你倒是帮衬下她吧。 我点头,我们俩家的关系,因为这姐俩倒是熟络,真冷啊。 我双手捧起,凑到嘴角哈气,刚送老婆进去后机,我一个人站在诺大的机场,倒是有些失落,这是结婚以来,和老婆第一次分开。 叮,手机来消息提示,打断我的惆怅,这前脚送走自己老婆,后脚老婆,闺蜜就找上来了,赌哥,我这刚送走张浩与马桶就赌了。 我皱着眉头,但想起老婆的叮嘱,以及考虑到一个女人在家确实是不容易,是我。 我听着屋内女人小心谨慎地问了句是谁,心下也觉得林琴一个女人着实不容易,赌哥。 她敞开大门,映入眼帘的是林琴穿着凉快的模样,小吊带都拖不住的大感觉比老婆的还大。 小腰还特别细,感觉一掐就能折了。 我摇摇头,怎么倒估于家的身材都这么好吗? 你看,我怎么插她都没反应。 林琴撅着粉嫩的小嘴,涂着红色指甲的手指,一个劲地通着抽水泵,确实是没反应,虽然我不太懂这方面。 但是似乎是男人的天赋,这东西倒过几下,应该也能明白,能修好吗? 忽然林琴就凑了过来,白嫩的手臂裸露在外,浓郁的一股花香扑面而来,中和了洗手间刺鼻的消毒水位,能我觉得距离太近。 立马眼观鼻鼻关口,可林琴似乎并没有察觉到什么,只是很关心地在捣弄打开来的瓷砖,哎呀,看起来好麻烦啊。 我去给你做点饭吃吧,马上就天亮了。 林琴站了起来,望着我笑,头发顽起,垂落几缕青丝在锁骨上的模样,女人未至极。 我没来得及说些什么,只看着林琴恶娜的背影,还有圆满的臀老婆的闺蜜,身材比老婆还秀,我埋头苦干,对自己刚才的想法有些不齿,自己有老婆了,还对林琴的身材抱有幻想。 三下五出二,再一按好用了。 林琴,弄好了,你来试试。 我拿着毛巾擦拭弄脏的手,毛巾上也满是林琴身上的花香,香得我头晕,谢谢杜大哥,你可比我那口子靠谱多了。 林琴看我弄好了马桶,直接高兴地挽起我的胳膊,温软的胸紧贴住我的胳膊。 酥软的感觉让我头皮发麻,这林琴怎么了?我只当帮她解决了大麻烦而后的感谢,拍了拍她的手。 浩宇是搞艺术的,我这种粗人比不上的。 张浩宇是搞雕塑的,每天神神叨叨的,老婆说这是行为艺术,艺不艺术的我是搞不懂。 我先回去了林琴,这熬了个大夜,困死了。 我回绝了林琴,留我吃早饭的善意,没别的,主要是太困了,下午还要回学校上课。 杜老师,微微脚崴了,大学体育课很自由的,我在这边坐着刷手机,让他们自由活动。 刚准备WX问问老婆怎么样,就被学生的惊呼打断,我也被吓了一跳,现在的小孩一个比一个金贵,在哪儿? 我顺着同学指引的方向小步跑去,看见一个染着金发的女学生坐在草地上揉着脚腕,杜老师,我脚疼。 女孩声音都带着哭腔,想必是痛极了,能站起来吗? 我蹲在她面前,想搀扶她起来,她尝试了两次,都以失败告终,我担心骨折,立马将这个微微公主抱起跑向医务室,司杜老师好帅。 背后不少女学生在窃窃私语。 听得我耳根发烫,谢谢杜老师。 我听见怀里女生小猫似的呢喃,才把注意力刚在她身上,在我的怀里,因为我的动作一上一下,紧紧挽着我的脖子,一呼一吸,都能喷洒在我的脖梗上,养极了。 真就跟个小猫似的,身上也奶香奶香的,注意休息,接下来的体育课你可以不用来上了。 我看着红肿起来的脚腕做主托,然后就听见教学楼传来铃声,又下班了。 我扶着你回女女宿门口吧,让你室友来接一下。 微微点头,我就见她手搭在我后背,大手搂住她的细腰慢慢下楼,这一下楼还撞见了林琴,赌歌。 她亲密地上来,跟我打招呼,然后自然而然地接过我怀里的少女,原本身上还萦绕着的淡淡奶香,立马被浓郁的花香席卷。 杜哥,我家灯坏了,晚上总是一闪一闪的,一会儿你能跟我回去看看吗? 送走了微微,林琴立马贴近我的身边,她穿了个低胸,一眼望去波涛汹涌,她对设我撒娇,双手在身前交叉,挤得胸钩更深了,左摇右摆地扭着腰,她也跟着一晃一晃的,老婆闺蜜的身材真的好啊。 我想着林琴昨晚慌张无措的样子,只觉得没有老公照顾着的女人就是可怜,眼下便同意,行,我去看看。 林琴就跟着个小姑娘似的,高兴地蹦跋了起来,她的这副模样跟我老婆完全就是两个极端。 我老婆是个清冷美女,林琴是妩媚像绽放的玫瑰,极具侵略的美。 我刚进家门,就看见林琴蹲着拿出一双拖鞋,从我的视线看去,白嫩的肌肤尽收眼底,柔软的胸肉都被挤压得呼之欲出,谢谢,谢谢。 我不自在地立马将视线转移到别处,客厅的灯确实是忽闪忽闪的,是这个吧,我拆开看看。 我自顾自地走到灯底下,随手扯过来一张凳子,然后站在上面捣过,心脏还在扑通扑通跳个不停,林琴真是个妖精转世,一举一动咋是勾人呢? 我扶着你渡戈,我刚听这声,就感觉到小腿被一双柔弱无骨的双手抱住,我心慌了一下,加快手里换灯芯的速度,速战速决,早点离开这个盘丝洞。 好了好了,能用了,三下五出二的,我正准备偷偷溜走,没想到又被林琴抓住,柔弱无骨的身子直接粘了上来,谢谢你啊,杜哥,没你的话,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 林琴一句话,就让我飘飘欲先了,心底的大男子主义得到了很好的满足,我挠了挠头,没啥,小意思,男人弄这个东西上手快的。 只见他抱着我的手臂,小嘴嘟了起来,张浩宇就什么都不行,不像你杜哥,还是嫁给你这样的人幸福。 我听着林琴的抱怨,心里想,张浩宇受不拉击的,确实看起来不太靠谱。 这么想着,忽然手臂被两团暖肉挤压着,林琴的大眼扑扇着望着我,眼底都蓄满了泪水。 杜哥,我跟你讲,张浩宇在外面好像有人了。 杜哥,你可千万不能像他一样学坏啊。 不靠谱,呜呜呜,林琴越说越激动,我还没消化张浩宇在外面养人这个事情,先手忙脚乱的先安抚起林琴来了。 林琴,你别哭,有什么事你跟我说。 浩宇可能就是一时间鬼迷心窍了。 我的大手轻轻拍打着林琴的后背,渐渐的林琴的情绪稳定了起来。 我刚准备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,林琴先说了,你看我,都把杜哥的衣服枯脏了,我拿一件新衣服给你换上吧。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,就看见林琴自己自顾自的忙活了起来。 他们家的晾衣台在厕所里面,我看着林琴急急忙忙进去,就先坐在沙发上等他,不能吧。 我一想到张浩宇瘦瘦瘦瘦弱的模样,就觉得出轨这件事玄乎,他们家一直是林琴管着,可能是压抑久了。 我思绪越扯越远,一声惊呼,给我吓得站了起来。 啊,好痛。 杜哥,绑帮我。 我摔倒脚了,好痛。 我一听,立马向洗手间跑去,这一过去,就被眼前的情景给看呆了,热水气坏了,一个劲地再往外冒水,谁把林琴的身子都打湿了,红痘痘都能清晰地看清楚,慢慢的热气从洗手间开始弥漫,整个画面梦幻极了,忽然一股淡淡的腥味冒出尖来,什么味? 我皱着眉头疑惑出声,只见林琴叫得更疼了,杜哥,快来扶扶我。 我急忙上前去搀扶,只见林琴就像一条灵活的水蛇,快速地沾到我的身上,杜哥,我好冷啊。 他白嫩的小手攀上我的胸肌,整个人都挂在我的身上,我的身上也跟着沾了不少水, 他湿乎乎的模样,跟没穿也没什么区别,我不好多看,别过脸,林琴,你别这样。 杜哥,我知道王雅文出差这么久了,你也很寂寞了,对不对? 林琴呼得像是变了个人,尖锐的指甲狠狠地掐在我的胳膊上, 那张妩媚的脸凑到我的脸上,开始望我的亲吻,杜哥,我美吗? 他的一双眸子十分勾忍,我知道他是一时被刺激的,为了缓和他的情绪,我只好说,好看。 为什么张浩宇背叛我? 他好看的脸忽然变得猙獰,一时间温婉妩媚的林琴犹如厉鬼,凶狠的目光让我看得脚底声凉。 他又看向我,笑得诡诀,杜哥,你知道这股腥味是什么吗? 我看着他的眼睛,一种不好的预感从脚底蔓延。 不会是,我杀了张浩宇,杜哥,他该死。 杜哥,你知道为什么厕所会赌吗? 林琴躺在我怀里,双手张牙舞爪的,不知道在挥舞些什么,我想跑,去报警,但不知道为什么,闻着林琴身上的味道, 我腿脚变软,浑身没有一点力气,我把张浩宇的脖子割开了,血一直流啊。 我把他拖到马桶上,都怪他,害得我马桶堵了,林琴越来越偏执的神情让我头皮发麻。 一个疯子还是个女疯子,真的太可怕了。 还是杜哥好,真诚老实,他的小手跟条小蛇似的,灵活穿梭在我的身体上, 我咽了咽唾沫,脑袋急速旋转在想怎么缓和林琴的情况,林琴,这里太脏了,你等等。 我皱着眉,一想到马桶上当时趴个死人,我就觉得渗得慌,对,张浩宇这个死人死在这。 我们去卧室,我没力气站起来,林琴就拖着我的双臂,把我从厕所拉到卧室, 卧室被林琴收拾得很干净,扑得大花被淡,杜哥,我们结婚吧。 林琴忙活了一阵大汗淋漓,香汗淋了满身胸脯,随着呼吸一上一下跌宕起伏, 但我根本没心思看,我的视线被一旁的照片墙吸引了过去, 上面全是张浩宇和我老婆王亚文的照片。 这,我满眼震惊,这个时候林琴扭着腰来到了照片墙前笑了起来, 杜哥,你不知道吧,张浩宇偷的女人,是王亚文的你的老婆,我的好闺蜜。 一时间,我犹如晴天霹雳,这是个什么事儿啊? 一想到张浩宇遇害,我心里更加慌张,王亚文不会也遇害了吧。 那她,林琴瞬间心领神会,王亚文被你送走了,现在我也联系不上她, 不过我跟你说,王亚文根本不是什么好鸟, 她不止背着你偷了张浩宇一个男人。 我看着林琴,眼底满是恨意,这对闺蜜看起来塑料极了, 我心里也在暗暗骂娘,没想到王亚文这个女人平时看起来犹如高岭之花神圣不可触碰, 没想到私下里什么都来。 我想着王亚文的背叛,气得发抖。 杜哥,我们不讲这对狗男女了。 我们做我们的。 我觉得林琴就像是疯了似的。 想要睡了她闺蜜老公,来报复王亚文似的,林琴疯了,可我没有啊。 不,林琴你冷静一下,我们先一起商量怎么对付王亚文。 她这个婊子也不可能逃得掉。 我表现得尽量夸张,让林琴觉得我们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,暂时先放过我,林琴迟疑了。 我盯着她,看着她下一步的动作,片刻的停滞,林琴坐在床上,一双好看的大眼紧紧盯着我。 你说怎么办,杜哥。 她这种突如其来的依赖让我有些愧疚,说起来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了。 但可不可怜等等再说,我能好好活着才重要。 按道理说,王亚文下个周就回来了。 我们先等亚文,王亚文回来再说。 我叫出王亚文亲密称呼的时候,明显看见林琴眼神骤变。 吓得我赶紧改嘴,林琴低着头,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,但我看见她打圈的双手我就知道, 她是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可行性,于是我立马再拱一把火。 我们不要打草惊蛇,这样是最稳妥的方法。 女人到底是感性的生物,这一会儿我就稳定住了林琴的情绪。 这个时候,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响了,安静的空间尴尬了几秒钟,杜哥是我的不是了。 我去给你做饭去哈,秉着怎么死也不能饿死的想法,我点头同意了。 这个时候,我开始默默思索。 你说张浩宇这么大的人,死了尸体能被林琴放在那儿呢,下水道冲下去了。 我摇摇头,这不现实,下水道不得毒死,就自己前些天休的时候下水道自己看了。 没有什么人类器官,就在这个时候,我看见林琴打开了家里那张硕大的双开门冰箱,一个裹着冰霜,眼睛瞪得大大的张浩宇,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 卧槽! 我被吓得心脏咯噔一下,这谁能找得住啊? 脑袋和身体都被分开了,刀口十分粗糙,不知道四肢在什么地方,只是被挤成一团塞进冰箱的张浩宇,脸色无清。 眼睛突出,盯着自己的模样格外吓人,林琴仿佛看不见似的,悠然自得地拿着冰箱里的鱼、肉、蔬菜,一如往常的模样让我脚底变身寒意。 擦!我一会儿这饭是吃还是不吃啊? 也就是一会儿,林琴已经将饭菜做好,热气腾腾色香味俱全的模样,让我不得不夸林琴手艺好,跟王雅文比起来实在是理想型的妻子。 因为在家,王雅文什么都不会做,于是家务做饭都被我包了,他只要负责,漂亮就行了,一想到我对他这么好他,还要出轨我就觉得自己不值得。 杜哥,我喂你! 林琴直接把饭端到了我眼前,我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,看着碗里的饭左右为难,不能不吃。 我想着没有力气的模样,还是要吃饱了饭,看着机会到时候逃走。 我眼睛一闭,心下一横,吃着林琴喂到嘴里的饭,接下来的一周到也算能过得下去,一想到王雅文快回来了,心就更沉了。 我希望王雅文能早点发现什么,然后报警将我救出来,又希望他能遭受林琴的惩罚,因为他的做法伤害到了两个家庭。 期间,我每每每看见张浩宇的脸,就觉得胃离恶心,林琴将我的双手双腿绑在了凳子上,我每天都被林琴监视着,手机也尽在林琴的掌握之中。 杜老师,最近怎么没来上课啊? 我的同事开始找我了,但都被林琴一一推辞了回去,家里有些事情,暂时回不去。 林琴模仿着我的语气,顺便还帮我请了年假,我可真谢谢他。 这么多同事,朋友,愣是一个人没发现,我丢了一个粥,而这期间,我的老婆王雅文一条消息也没发给我,这更加让我心寒,就在这个时候,手机叮铃又响了一声,林琴自然而然地拿起,解开我的密码。 呀,王雅文回来了,他好看的毛子写满了得意,期望,面容又开始变得可怖。 嘴角的笑怎么也止不住杜大哥,等我,我去借他回来,等解决了他,我们就结婚。 在我被囚离的这一个周里,我发现林琴有一个执念,就是嫁给我,每每到了夜晚,林琴就会换上性感的睡裙,吊带深吏,还有匹刹,到了大腿根的模样。 说实话,看得我确实火热,但是色字头上一把刀。 比起林琴的美色,我更惜命,我对林琴说,等解决完王雅文,我们结婚再说。 我还在想,怎么继续将林琴哄过去,没想到林琴直接同意了。 对,我们一定要把最美好的一碗留给结婚。 这个时候我发现,他真的太悲哀了,张浩宇这伙太不是人了。 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婆,还去偷人。 我一想到王雅文对我的若即若离,吊着我的模样心下泛酸,王雅文也不是什么好鸟,能跟张浩宇鬼混到一起,自己也是够傻的。 一点也没察觉出来。 叮铃铃,手机传来电话的声响,只见林琴食指一滑,直接挂掉,然后噼里啪啦的,不知道打着什么字。 杜大哥,你一个人乖乖在家哦,等我回来。 他将自己打扮得妖娆美丽,一双大红唇看起来魅惑至极。 小吊带将他的胸部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,脚踩一双红色高跟鞋,女人疯狂起来,可真没男人什么事了。 我可是亲眼看着林琴处理张浩宇尸体的模样,四肢被他拿着刀一点一点砍碎,然后碎成肉酱,倒进马桶里然后冲掉,BANG! 门沉重关上的声音让我立马来了精神,我等待了一分钟,听清了林琴离开门口的声音,然后开始左顾右盼,我环顾四周,开始找有没有什么锋利的器件,林琴是个聪明的,把我关在卧室卧室里面硬是一点锋利的东西都没有。 无奈,我只好屁股用力,努力挪着凳子接近门口,企图去客厅找一把衬手的工具,紧紧几步的距离。 让我磨了十几分钟,我看着不断奔走的苗表心下着急,汗都顺着额头流下,我知道给我的时间并不多,于是眼睛一闭眼带着凳子倒了下去,死,真他妈的疼。 我按骂一声,身子在地板上扭曲,我知道很狼狈,但为了活命,我顾不得。 我看着近在咫尺的小鱼缸,心中暗暗有了思量,我用头去撞餐桌,随着我的撞击,桌子上的鱼缸开始晃动,许是我用的劲儿,小鱼缸总是掉不下来,我咬了咬嘴唇,狠下心来。 对时捉腿就是用力一撞,这一下给我眼前撞得晃悠。 一股温热也从脑袋上流到鼻尖,压得,给我脑袋撞破了,看着露出一半的鱼缸底,最后一下了。 我不干放弃,又对于捉腿来了一下,咔嚓一下,鱼缸玻璃破碎的声音让我露出笑容,不管三七二十一,我用手去勾离我最近的玻璃片,锋利的玻璃,直接将我的手划破,我顾不上腾,争分夺秒地用着碎片玻璃去跟麻绳摩擦。 由于看不见,绳子没有隔开多少,手上的血倒是止不住地往外冒,加上血,玻璃在手里更不听使欢,割个绳子的时间远超我的预想,我都觉得流血流得有些头昏了。 这个时候,手上的麻绳终于断开,我洗得愣了一下,立马解放双手,拿着玻璃继续割脚上的绳子,秒针滴答走着的声音听得我心烦,我提心吊胆,生怕下一秒林秦就回家了。 但还好,老天保佑,我割开绳子的时候,林秦还没有回来,我跌跌撞撞地从林秦家里跑出来,满脸的血看起来格外瘆人,由于林秦住的是一个破旧的老破小,我从楼上甚至是出了小区,都没看见一个人。 我没有手机,遇不见人,这不就是难为我吗? 我不顾三七二十一,就是网路上跑。 这个时候,我听见大门口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,我立马眯着眼看过去,是红色的东风雪铁笼,这不就是林秦的车吗? 我看着他进了门,一时之间慌乱无比。 我看着身旁的曹朵子心下一横跳了进去,但是似乎还是晚了一步。 林秦下车了,慢慢逼近我所在的曹朵子,杜大哥是你吗? 杜大哥。 他踩着高跟鞋的脚步,一点点逼近,听得我心都跟着一跳一跳的,他的手伸进了曹朵子里。 就在我的眼前,我看向一旁的木棍,当即就拿在手里,然后突然站起身子,用木棍指着林秦,你不要过来。 林秦明显被我吓了一跳,往后退了一步,我拿着棍子胡乱甩着,企图打开我和林秦的距离,林秦愣住了。 早不来人,晚不来人的,偏偏这个时候,突然冲一侧走进来一个遛狗的大爷,大爷一声怒吼,中气十足,不许打女人。 逗逗,上,听得我无奈又着急。 不是啊,大爷。 我没有,你听我解释啊。 林秦这会儿反应过来了,立马对大爷说,对,救我。 他要打我。 女人变脸的速度我算是见识到了。 我一边躲着狗的攻击,一边要跟大爷解释,报警啊,大爷。 这个女人是个杀人犯,我看着还打着火的轿车,猜测林秦应该是杀害了王雅文之后回来的。 因为刚才看他的表情很是愉悦,杀人了肯定要处理尸体,我看着林秦较小的身躯,这王雅文的尸体很有可能就是在车的后备箱里。 我三步并两步大步跨进车里,一下就找到了后备箱的按钮。 啪哒一声后备箱开启的声音,我立马跳下车去打开,大爷你看。 我看清后备箱尸体的时候,先是愣了一秒,王雅文是被一刀捅进脖子里被杀死的,这次的刀口比张浩宇的刀口平整了很多,血被放干了, 只剩下一个可怖的刀口,大爷和狗也被吓到愣在了原地。 林秦尖叫一声,准备逃跑,这个时候我跑到林秦身边,凭借我高大的身体将它制服在地上,大爷。 报警啊,大爷待在原地,这模样急得我想骂娘。 好在小区的安保赶了过来,看着我和林秦,发呆的大爷和狗,还有后备箱的女尸立马做出决断,我们三人一狗,还有一个尸体被警察带走了。 我坐在审讯室里长呼一口气,我活下来了,我抱着警察的手热泪盈眶,谢谢警察同志,谢谢警察同志。 你的意思是,你老婆和他老公偷情被他发现了,于是他杀了他的老公,把你囚禁在他家,然后杀了你老婆。 警察简单复述了,一下我这一个周多的悲惨遭遇。 我马不停蹄地点头,张浩宇的尸体还在冰箱里,但是大半的身体被林秦碎成肉酱,冲进下水道了,恍惚间,我似乎又看见了张浩宇瞪得大大的眼睛。 这幅模样让我不寒而栗,警察的办案效率很快,立马找到了张浩宇的尸体。 林秦也因为故意杀人,被关进监狱,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,心里说不上的感觉,这一个周仿佛在做梦。 我原本美满的家庭没了,漂亮的老婆也没了。 林秦是个悲惨的女人,老公出轨,被闺蜜背叛,这一对狗男女不仅毁了两个幸福的家庭。 还毁掉了林秦和我,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一年的时间里,我是走不出来的,每每到了夜里,我就会想起林秦疯狂的脸,和张浩宇那张死不明目的脸。 但我觉得张浩宇也是自有应得的,家里有这么闲良的老婆还要去偷人,王亚文也是,我自认为是一个十全好老公,可这也没能让他迷途知返,或许一切因果自有定论。